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又是重大突发 谁在准备扣动扳机 有消息称 乌克兰炮击东部争议地带 2005年初 乌克兰爆发了橙色革命 最终建立了亲欧美派的政权 但这个东部争议地带处于顿巴斯地区 有大量的俄罗斯族居民 国际上承认是乌克兰的一部分 但实际上是由俄罗斯支持的人员控制 该地区发生类似的事件不罕见 但在当前的环境下 敏感度要高得多 但吊诡的是 乌克兰否认上述行为 有分析师指出 如果这个炮击行为不是事实 后果恐怕更严重 因为这可能是俄罗斯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所需的掩护 英国国防情报局局长也表示 我们深入敌后的情报人员传来消息 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证明 俄罗斯已经撤出乌克兰边境 乌克兰真理报称 乌克兰最富的100名富豪中只剩下4人留在国内 神仙打架 受伤的还是小弟 富翁们带着美元跑哪去了呢 飞机航线显示 塞浦路斯 尼斯 维也纳 苏黎世 伦敦和莫尼黑 是富豪们的主要落脚点 新的日期来了 根据美国媒体的最新预测 俄罗斯似乎会在2月20日之后开始入侵乌克兰 而此前拜登预测的进攻日期是2月16日 关键日期后移转移了注意力 外交途径上 美国 法国 德国全部出马过了 接下来据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可能将举行电话会议 其实很多时候 无论消息是不是真假 但对于股市的伤害却已经发生了 这些都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例如下面这个例子 我们之前说过 美国司法部对做空机构发起调查 现在FBI正是动手了 搜查浑水创神 包括个人通讯记录也遭到了搜查 据悉 司法部的调查人员已经获取了一些硬件设备 交易以及私人的聊天记录 旨在证明这些美股空头存在广泛合谋 河水成立12年以来 最喜欢做空的就是中概股 做空占比超过50% 因为创神是一个中国通 大学毕业以后 他孤生一人去中国大陆淘金 学会了普通话 趁着中国大陆股市还太年轻 存在许多不良违规操作 他果断抓住这个商机 在香港成立了浑水公司 浑水这个名字 取自于中国谚语混水摸鱼 这个词简直一语双关 既是指公司专门调查 在资本市场里浑水摸鱼的公司 又指在浑浊的水中更容易摸到鱼 先把水搅稳 然后再通过借券卖出的方式获利 从以往来看 遭遇他做空的公司 往往轻则股价暴跌 重则退市 许多时候 即使最后证明是空穴来风 但往往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特别是趋势一旦逆转 割肉后 大部分人是不会重新买回的 另一家知名做空机构 香园创始人也遭到了调查 联邦探员还收走了他的电脑 这次牵头的是洛杉矶联邦检查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已起诉有组织犯罪闻名 美国司法部曾经成功起诉二审 涉嫌这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同时对相关机构开出超过10亿美元的罚单 对的 在大部分情况下 罚款了事 罚款收归司法部 不会还给涉事的企业 在美国做空是合法的 现在动用司法部门 虽然有点耍流氓 但足以看出 可见维护股市的心有多迫切 所以炒美股最妙的地方就两个字 盘跌 这个理念是全美社会共识 知道这个 大家也就知道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了 切记 切记呀 这里多说一句 我们之前的一期视频 给出过下跌的底线位置 大概是20% 差不多是标普白指数达到3500至3008点区间 其中的潜台词是 20%是美联储历史上认为需要就势的警戒线 所谓的美联储看跌期权 这个美联储看跌期权是格林斯潘时代 每当出现危机且股市下跌超过大约20%时 美联储多数情况下会降低联邦基金利率 这实际上增加了货币流动性 并推动了金融市场风险偏好上升 进而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 就像是提供了一种可以避免更大损失的看跌期权 这次虽然在言语上美联储不会承认 甚至表态 认为目前的资产估值对于金融稳定威胁较小 长期宽松的金融条件可能会导致金融失衡 但实际过程中放任不管 搞不好股债会三杀 各种压力 包括选票会拨使其改变政策方向 再来看看美联储本身 鲍威尔最近注视不顺 拜登提名人选被抵制 鲍威尔连任再添拨着 原定于在2月15日周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 对鲍威尔以及另外4名美联储人选的提名进行投票 由于共和党参议员 抵制RESC的美联储监管副主席提名而缺席投票 导致会议缺乏必要法定人数而无法进行正式投票 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内的连任提名投票被延后 抵制的原因又是涉及旋转门 正起利益交换 但这个只是表面原因 根本原因又是涉及到新能源和化石燃料之争 接下来估计又是附加议案的 讨价还价 那么在极端的情况下 会殃及鲍威尔连任 因为如果共和党无限期的拖延委员会的投票 参议员多数党领袖舒默 可能会被迫在没有建议的情况下 解除总统的美联储主席提名 那么这样的话就好玩了 我们将又一次见证历史 目前鲍威尔只是美联储的临时主席 早年格林斯潘也做过三个月的美联储临时主席 但这次不同 美联储之前错盘通胀 报道也面临背水一战之际 其连任之路充满坎坷 公信力会降低 此次投票分波 或许给市场再添补确定因素 但同时 报道也也不会太过于硬派 财报就如同纸骰子开大小 最后一个大型科技股揭晓答案了 英伟达财报出炉 四季度营收和盈利超预期 股价盘后却波澜不惊 标准的双杀 财报显示 英伟达四季度收入76.4亿美元 封锡师预期是74.2亿美元 连续第七个季度收入超预期 调整后的EPS为每股收益1.32美元 高于预期的1.22美元 连续第十二个季度盈利超预期 步入预期的地方就一个 四季度调整后 毛利润率为67% 封锡师预期是67.1% 预期值盈也大大超过预期 新财年一季度收入81亿美元 封锡师预期是72.2亿美元 公司的长期贡益订单规模 已经达到了90亿美元 大幅高于一年前的25.4亿美元 英伟达经常超出预期 所以超出预期并不令人惊讶 一些分析师认为 英伟达可能比这做得更好 市场对于英伟达的财报 给予希望过大 与业绩本身一样 鉴于该股相对于 其历史趋势的昂贵程度 指导意见需要超过范围的高端许多 以满足投资者的情绪 使股价再次走高 投资银行Pipe Sandra在财报前 预测英伟达将实现 大幅超越和提升 导致业绩利好在财报前 就提前被定价 市场上对于英伟达的赞美声太多了 这里我们给大家看一些负面的因素 第一 尽管对高端英伟达图形芯片的高需求 对该公司及其定价能力来说 通常是个好消息 但问题是 任何东西的制造中 芯片只是一小部分 而目前的新情况是 所有的东西都存在不确定性 例如 全球汽车芯片紧缺导致的销量下滑 影响了英伟达第四季度的汽车业务表现 该部门销售在过去一个季度 大幅下降了14%至1.25亿美元 这不是英伟达一家公司可以解决的 英伟达依赖合同制造商来生产芯片 因此难逃宏观经济的影响 这是最近分析师指出的英伟达面临的一个风险 第二点 挖矿业务的减速 财报中 英伟达特别强调了 对专用于挖矿芯片的销售限制 公司称 现在几乎所有的GPU都附带了 防止它们被用于挖矿的软件 该公司整个财年 出售了5.5亿美元的加密货币专用GPU芯片 但去年第四季度 竟出售了2400万美元的挖矿专用GPU 第三 英伟达对英国芯片设计公司ARM 价值高达800亿美元的收购 正式宣告失败 由于交易未能完成 根据协议 英伟达将向软银支付一大笔首费 预计相关的运营费用将达到13.6亿美元 这笔费用将在之后的季度中得到体现 但也有许多人认为 英伟达最终决定放弃收购ARM的提议是一种安慰 包括美国银行和维德波士证券在内的 主要金融机构的分析师 对没有ARM的英伟达的前景表达了积极的看法 这将为英伟达节省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这些资金可以重新部署到新兴技术的持续增长计划中 第四 对于投资者而言 更大的风险是其高估值 这个导致英伟达目前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家大的机构 最新的推荐名单中 可以说英伟达在华尔街属于真空期 尽管最近从峰值到下跌 但英伟达的交易量仍比一年前高出许多 英伟达是科技巨头指数中第二昂贵的股票 仅次于特斯拉 英伟达的交易价格几乎是其本身历史平均水平的两倍 出现了巨大的多重扩张 而接下来 英伟达的收入增长率预计不会更快 大多数增长潜力被提前了 问题是英伟达对于ARM的交易 是否是英伟达股价出现如此大的倍数扩张的原因 如果是 对于ARM交易的预期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增长加速剧的作用 帮助推高了倍数 因为ARM交易会增加未来的收入预测 最终使收入增长率提高 哪怕只是一年的时间 这部分因素去掉的话 估值倍数会下降吗 第五点是宏观环境 随着利率的上升 宏观背景正从倍数扩张期转向倍数收缩期 随着利率不断走高 很难证明曾经的市场宠儿的高估值是合理的 随着大型机构投资者继续调整投资组合 英伟达仍有一些下跌的空间 第六 技术图表表明 该股在一个通道中呈下降趋势 在230美元有支持 但是一旦这个水平被打破的话 下一个支撑水平直到200美元才会出现 这个区域在过去一个月已经被测试过一次 此外 相对强度呈下降趋势 从期权市场的定价来看 一些交易员开始压住英伟达股价在3月份 会在230美元以下的交易 注意是3月份 当然 目前是市场情绪为主导 一旦多一些机构发布看多观点 股价很容易去冲击上方280至300这个区间 请注意 对于2月18日及下一个月度期权到期日 最高的未平仓合约是300美元的看涨期权 上涨的看涨期权的隐含波动率正在上升 这意味着有一定的看涨的倾向 对于热衷于短线操作的朋友 如果要赌的话 请做好直升保护 上面大部分说的都是短期因素 主要是估值扰动 长期来看 无论英伟达股票在短期内朝哪个方向发展 该股票的长期消息仍然是好的 我们判断 目前的半导体周期处于强周期的末端 这个周期是相对于之前两年的超级强势而言的 而从更大的周期范围来看 半导体行业只是处于芯片需求上升周期的中期阶段 大的周期景气度对于好多公司而言应该还会持续增长 总结一下 英伟达的溢价并非没有原因 事实上 它反映了英伟达的相关业务 所表现出的可持续长期增长的质量 该公司仍然是GPU和AI处理器 以及相关软件领域无可争议的市场领导者 是半导体行业最重要的供应商 包括云计算 人工智能 机器人自动化 移动计算 物联网和加密挖矿 游戏和数据中心业务表现稳健 并将在未来的几个季度继续增长 GPU显卡的新升级周期 有利于英伟达的游戏芯片需求增长 数据中心增长也将在今年加速 元宇宙的热度将给英伟达带来长期增长潜力 所有公司都在大力开发元宇宙 科技巨头正在为此项目投资数十亿百亿美元 预计 英伟达将成为这个概念的主要受益者和贡献者 华尔街对英伟达共事评级 仍旧是强于大盘 该股未来12个月的平均目标价为340美元 消息面上 汽车公司捷报路虎宣布 它正在与英伟达合作 共同开发以人工智能为动力的自动驾驶和互联服务 另外 英伟达宣布将于3月21日至24日举办线上GTC2022 届时 老黄将带来囊括众多新闻发布的主题演讲 这通常又是一个催化剂 我个人持有英伟达 AMD和台积电 还三倍做多半导体ETF是绝对的多头 所有上面的分析和给出的点位尽供大家参考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从评论区可以看到 今年亏钱的不少 一些朋友还写到 把钱还我不完了 但这就是股市 这也是人生 对于生活 对于股市总归是要抱有信心的 没有过不去的看 套用某位大佬的话 投资者看到股价下跌往往很开心 跌下来的是机会 投机者才会赶紧走人 所以在投资中我们还需要多一点耐心 好一点的心态 这样长期赚钱不难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